大家好,我是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特别适合老年朋友们经常吃的食料方 每周吃两次,老了老了身体壮 吃麻麻香,强壮骨络,增强钙质,骨密度不流失 还可以预防骨综综的发生达 营养特别的全面,比吃任何的补品都要好 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详细的这段方法 香菇,味道不仅鲜美,营养很丰富 引进宴语有,想要身体好,军汤是个饱 若想身体瘦,多吃军子少吃肉 足以可见,人们对香菇的推崇和喜爱 香菇是不盖的好能手 香菇性贫,胃肝,具有补虚,开胃,离气化缓的作用 对少气乏力的人群有调节的作用的 也很适合慢性咳嗽,慢性咽咽人群 最数据同据,香菇中的维生素D含量是大度的20倍 是海带的8倍 维生素D,可以调节钙、磷的代谢 是骨骼健康的基础 香菇富含阴酸,每100克香菇含有26毫克的阴酸 其有辅助调节削脂的作用 帮助降低甘油酸脂 香菇多糖,不仅能够增加人体内的好细胞 帮助提高免疫能力 而且可以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繁殖 香菇富含优质的蛋白质 铁,膳食纤维等等 能够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 还可以预防便秘的 排骨一般指猪排 猪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次养 猪排含有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大量的磷酸钙、胶原蛋白 能够为婴儿老人提供钙质 而且可以刺婴、装养、撕补、易经 排骨中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胶原蛋白 能够为儿童老人提供钙质 促进骨肉的发育 防止老人的骨肉变脆 能够改善贫血 排骨可以提供血红蛋白 促进铁吸收的光氨酸 改善缺帖性贫血 排骨、撕阴、健脾 排骨胃显 成型、脾 胃、胃 盛景、养胃 经常吃排骨 可以健脾胃功效 中医认为 排骨可以刺婴壮痒 对女性、男性来说 是特别好的食材 中医认为 排骨补中益气 无论是红烧排骨 还是酱排骨 炒排骨 都特别适合补肾 补顺 补虚 补钙 补充营养 排骨富含的蛋白质 能够为人体提供 优质的蛋白质 必要的脂肪酸 补助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铁、微量元素 可以强壮筋骨 所以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们 补钙的时候吃 西红柿 西红柿是 西红柿上面经常使用的一种水果 也是一种蔬菜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C B组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P的含量 是蔬菜中的枝罐 最有润肠通便 调节血压 营养养的作用 西红柿富含苹果酸 柠檬酸 有基酸 可以促进胃液分泌 增加胃酸浓度 可以帮助消化 润肠通便 西红柿含有钾 能够促进血液中的辣盐排出 可以降压 滴尿 消肿的作用 能够很好的帮助调节血压 西红柿含有番茄红素 该物质有独特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减少甜甜的自有肌 防止自有肌对皮肤的破坏 射西红柿 能够还好的补充营养 玉米属于种粗粮 含有脂酸和植物纤维 会形成沉淀 能够还好的阻碍机体的对矿物质的吸收 如果患有肝硬化 食道经脉曲张 胃溃养达 长期吃玉米 能够补充蛋白质 脂肪利用率相当比较高大 如果老年朋友们经常缺钙 造成骨落溜失 心情烦闷 身体乏力 我们可以吃玉米 能够增加身体的抵抗能力 还可以补充钙质 补充维生素的 因为玉米中的维生素含量 高于其他的蔬菜 蛋白质含量也很丰富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们使用 玉米清淡爽口 无论我们蒸着吃 炖菜吃都不错 建议营养又美味 适合多种人群吃的 玉米的维生素含量 营养素能量特殊 对于激素水平生理要求 粗粮能够很好的营养身体 玉米在我们平时 我们要多使用一些 每天吃或者是煮着吃都不错 营养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的 玉米很受朋友们的喜欢 像减脂期间瘦身期间 或者是血压高的时候 都可以吃玉米 玉米不含糖的 吃来口感更好 不会增胖 脂肪又低 传统中医认为 香菜性温 胃腥 可以健脾 阳胃消失 吃香菜 可以缓解散风寒 发热头痛 我们用香菜 煮红糖水喝 能够去除寒气的 可以预防感冒 治疗轻微的感冒 现在研究发现 香菜之所以香 获得香菜的美名 因为含有挥发油 挥发性香味物质 香菜营养丰富 香菜含有的维C 胡萝卜素 维生素B1 同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如钙 铁 铃 铃 铭等 香菜含有苹果 酸甲等 香菜中含有的维C素C的含量 比普通的蔬菜高很多 一般吃20克香菜 可以满足人体对维C素C的含量要求 香菜中所含的胡萝卜素素 比其他的水果更高大 营养更突出 这样做好的排骨汤 又好消化又有营养 老年朋友们经常的喝一喝 可以强壮骨肉 增强钙质 增加骨密度 使身体强壮有力气 老了老了不缺钙 身体味棒 吃麻麻香 排骨汤做法又简单的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喝一喝 对这里的好处很多 比吃保健药更要好 老话说的好 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经常吃 含钙量高的食物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 经常吃一吃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小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